《新鮮品源》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一張 剛剛新鮮品源拿到 World for the European Community的銀杖作品 這張照片就是中環中心 我構思這張照片的時候 主要就是首先看那個 Symmetry 即是我們這個平衡 左右的平衡 我們希望讓大家看得到 整個環境是一個和諧 我們記得是一個睜睜向上 以及很突出這個立體感 這個主調也是一個藍色的主調 因為其實主要剛剛那天就是藍天白 我們在景的時候 咦?我們看看 為什麼我們不是正面地拍上去呢? 其實當時我剛剛站在 這裏的三角形的下方的位置 我就把相機 向上面 向天地拍上去 咦?很有趣 原來這個比我們透視感 是更加強烈 過正面拍上去 所以 就有一個這樣的效果出來 當時我們在後製的時候 我們特別注意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就是左右的平衡 還有左右這些點 我們是對稱的 因為其實 對稱是這個 這張照片裡面最主要的主題 就是這樣 就是說 其實我們是希望 帶出來的信息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平衡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有很多突出的東西 可以給大家看 也都是一個蒸蒸向上 整個環境是和諧的 在藍天白龍之下 大家看到 就說有部分的天 是反映在玻璃幕牆那裡 大家也不要介意 為什麼 這裡變成這麼多冷氣機 這是現實來的 我們可不可以抹走它 抹走就不是現實來的 所以我們會留在現實的環境 給大家看得到 在那個環境之下 我們看到的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欣賞這張照片的時候 最好的角度 就是在這張照片的下面 這個位置上去 就是我攝影師的角度 大家如果有機會來到Bonding的話 記得在照片的下面 試試看一看 或者走遠一點 又看一看 看看這張照片 有什麼感覺給你 記住 有時間要來Bonding 就是你萌藝氣息 發揚的地方 現在 大家也要感受一下 這裡整個昏迷 我們大家花了很多心思去 將這個藝術氣息 帶來一個咖啡室裡面 希望大家也感受到我們這個誠意 多謝大家 我們去清醒 我們幾天 做個昏迷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